到了1985年 美國的半導體行業協會認為 不行 我們現在這樣打 還不夠 如果政府沒有在迅速的採取嚴厲的措施 哇 那我們整個行業跟日本的競爭當中 我們就完了 打不贏日本啊 那日本政府當時看到 傻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美國不是我們老大哥嗎 怎麼反過來老大哥打了我們小老弟巴掌 我們哪裡對不起美國啊 你沒有對不起他 你就是賺美國太多錢 美國就很不爽啊 對吧 到了1985年 美國的半導體行業協會認為 不行 我們現在這樣打 還不夠 如果政府沒有在迅速的採取嚴厲的措施 哇 那我們整個行業跟日本的競爭當中 我們就完了 打不贏日本啊 所以怎麼辦 所以著名的301條款就出來了 那日本政府當時看到 傻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 那個美國不是我們老大哥嗎 怎麼反過來老大哥打了我們小老弟巴掌 我們哪裡對不起美國啊 你沒有對不起他 你就是賺美國太多錢 美國就很不爽啊 對吧 那市場又有很多傳言就說 日本存在一個所謂的影子 九人委員會 這個九人委員會呢 他們會定期決定芯片的價格 有一個操弄市場啊 什麼的 雖然日本啊 堅決否認 但是呢 這個美國的輿論戰啊 各種的媒體啊 狂轟濫炸下去 美國在國際又有影響力 而且最重要呢 就是反正美國有槍 他掌握槍桿子 你能咋辦 所以呢 最後怎麼辦 但最後就是日本 最後還是屈服了美國啦 你看這個 這所謂的九人委員會 我當時看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的有趣 為什麼呢 這就讓我想了 美國指控日本裡面存在一個 九人委員會 他們會很神秘的 會去操控芯片的價格 去幹一些非法的勾搭 這種事情呢 這個講法 就跟不久之前呢 林佳龍在說 有一個 不是林佳龍 是誰 鄭文燦 不好意思有點忘記 就跟不久之前 鄭文燦在講說 哎呀 這個現在社會上有一個叫 毀靈小組 毀靈之間小組 毀靈小組啊 在毀滅靈之間 所以言下之意就是 反正台大有毀靈小組啦 什麼中華大學也可能有毀靈小組啦 之類的 那因為毀靈我就想要林佳龍啦 因為民進黨是要捧城 始終要毀靈佳龍 哎 沒水了 親愛的小編幫我倒杯水 謝謝 好 那這個毀靈小組 我當時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2008年的時候 當時呢 我還是一個 當時我才剛出生 當時我才剛出生 2008年的時候 當時呢 是謝長廷啊 就說 喔 國民黨裡面啊 有個十人毀瀉小組 十人毀瀉小組 結果到現在呢 你也看不出來 那十個人到底是誰 那十個人是誰呢 不知道 從來就沒公佈 所以是什麼 這種 指控跟抹黑啊 一樣 這十四年來都一樣 鄭文燦說 哎呀 國民黨有毀瀉小組 就跟當初謝長廷說 喔 你看馬英九有毀瀉小組 就跟美國當初說 日本有這個神秘的委員會 都一樣 那什麼 虎爛 騙人嘛 毫無掌勁 壞人呢 基本上幹的事情都差不多 妖精 就算是這個神秘的 人們的健康 很快 妖精 也有意思 很快 是 我 你 你 你